第一次 第一次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家長教小孩費盡心思 真的好辛苦 然後現在IG 翠 臉書 各類 教家長怎麼教小孩 怎麼教小孩有原則 然後什麼食方法 然後12條件 講一堆 我跟你講現在不只這些視頻 還有平台 還有很多書 像你在教演員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我是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林哥這個狀況 每一次我跟他聊育兒 不是真的 每一次我跟他聊育兒 他的狀況最好 因為他就是把演員當小寵物 講公主台 我比較適合聊寵兒 就是 所以我老婆很頭痛這件事 因為他夾在你們中間 不是 因為你一定會扯他會腿 小孩就想喝可樂 給他喝那一口會怎樣 就喝吧 然後他想要吃巧克力就吃吧 你真的是阿公心態 我的小孩喝可樂的時候 我爸給他們喝的 對 我女兒吃的不營養的食品 都是我給他的 然後我發現一個是 有的媽媽真的是 有夠假惠的你知道嗎 怎樣 小孩子呢 功課不要自己教 對 真的 因為到後來就是吵架 真的 不能自己教 然後當然我女兒她才小學四年級 不需要說請實體家教 對 不需要 你不用真的找一個大學生來家裡教 我就發現人家那個線上 線上家教 很多 為什麼可以存在 為什麼可以賺那麼多錢 人家就是有一套 對 30分鐘 一個數學題 她用那種水果姐姐的語調 對 很開心 小孩喜歡的 然後小孩再怎麼樣 她們絕對不生氣的 沒關係 再來一次我知道這個 別說你答不出來 老師都答不出來呢 對 她情緒價值 真的 那媽媽就不能這樣 對 對不對 媽媽就說 我再問你一次 三叫二是幾 對 三叫二是幾 不是 是六 媽媽你確定嗎 然後媽媽會生氣 咬牙切齒的講 到底是幾 然後媽媽會嘆氣 然後我們自己還要滑手機 看這個解題 到底是不是對的 何必呢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講 我一開始跟她講這個觀念的時候 我說妳就找別人來教 她說 妳怎麼那麼自私 自己的小孩又怎麼自己不教 什麼事都推給外面的人 就沒事了是不是 我就跟妳講 媽媽們都會焦慮 妳要跟小孩交流 要互動 要陪伴是必須的 但是妳能不能跟她交流 互動 陪伴都是快樂的時候 而不是都要搞得劍拔弩髒 我們又歡迎 今天跟我們分享 教育故事的來賓們 歡迎加入露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露露 浩如 哈囉 一帆 嗨 我們的權威醫師 樂敏王醫師 大家好 好 我們的永康哥 陳永康 是 看教育小孩大媽有遇過 什麼樣的難題 來 我們說第一條 第一條開始 人際關係好複雜 真的 露露怎麼說 我們現在碰到人際上面 比較辛苦的 其實我們家有一個孩子 因為他現在比較大了 所以我好像不能夠很明確講他 OK 反正就是青少年 對 OK 然後我們家那小孩呢 那個時候剛進國小的時候 他有非常強烈的 對體制內的不適應 是在方方面面 所以不管課業上 他自己的生活上面的整理 跟同學的互動 老師照他的反應 方方面面 所以在那個年紀呢 開始久了 你就開始有聽到 有一些老師跟我 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班上有些同學呢 可能會覺得 我們家小孩有點怪 那如果你要跟他玩的話 我就不跟你玩這樣子 類似像這一種 可是我不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霸凌或排擠老師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 才剛入學 小學一二年級 我覺得那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狀況 可是回頭來 是看到我們家孩子 確實你就觀察他 他有的時候 例如說戶外教學 我就跟著去 他又剛好是那個年級 比較後面的孩子 他八月中出生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永遠都拉在隊伍最後面 就是像角落小生物一樣 就是自己在那邊摸啊弄啊 然後跟其他同學好像 想互動又不敢互動 在那邊搓手指這種感覺 那我就開始關注他 在學校 尤其又是小學新鮮人 他跟同學之間的狀況 每天回來 幾乎那兩年 一二年級 每天回來我就問說 那你有沒有跟同學玩啊 因為都是Local的學校 所以他永遠都在等他以前 幼兒園認識的同學來找他 他都不會去再交新的朋友 所以開始就聽到說 他下課就是一個人在操場走啊 或者是也不知道幹嘛 我就越想 就覺得越心酸 那慢慢的你也去觀察到 回家之後他的情緒 越來越不對勁 一點點小事 就會哭鬧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有很多負面的言語 你都沒有辦法想像 這麼小的年紀的孩子 會從他嘴邊吐露出來 所以後來也經歷一個過程 開始去 老師我曾經有帶他去做過諮商 諮商的目的是因為 我不知道他的壓力在哪裡 那個年紀的孩子 他其實覺得不大對 對 不開心或是什麼的 可是他說不出來 他不曉得原來這是一個壓力 諮商好像沒什麼用對不對 不會 因為我一個朋友的小孩 我也是勸他去諮商 他就聽信我的話 他說後來發現他小孩最大的壓力 是媽媽要帶他去諮商 對 諮商有所有用 是因為 我就看你的目的 我就看你的目的 因為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卻不知道他的壓力是什麼 對 可是透過諮商 他們比較專業的方式引導孩子 我其實要知道你的壓力是什麼 那我知道了之後 我盡可能在生活的場景 我幫你排除掉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段時間 也去諮商 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真的很忙 如果不是孩子開始越來越 你覺得不大對勁 你沒有一個時間是 我跟他一對一 但我陪他諮商的時候 開車我一對一的帶他 有一個時間 我還要特別早 把他從學校凌出來 帶他去坐諮商 我覺得那段時間其實 都對他來說 是應該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經歷了這個過程 所以那段時間 他在體制內的學校 常常就連學校 做一些很好玩的活動 手作什麼的 他拍回來的照片 都是死於眼的 就是沒有靈魂 這個會讓媽媽很擔心 你就 對 其實看還滿難過 後來因緣際會 開始你知道了 有體制外實驗學校 越來越多 那個時候已經有 那些風氣出來 慢慢的出來 現在又更多 所以我們在三年級的時候 就把孩子呢 轉到了體制外的學校 一個實驗學校 那剛開始去的時候 就人數比較少 就去才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學校拍回來的照片 那看起來就 眼睛就有效益 有光彩 那因為學校的學生人數也不多 他跟同學之間的互動感起來 壓力也沒那麼大 所以慢慢這個狀況 隨著年紀 然後進入到一個他 比較給他空間 跟時間長大的環境 他就越來越好 所以他一直在體制外 學校待到了 他現在是高一 那個學校最多就到國三 然後國三結束之後 他回到了體制內 你就看到他已經 長到他足以的能力 去應付他的人際關係 所以OK了 所以現在就很好 在學校跟同學互動就很好 很棒 因為我老婆有一個閨蜜 她小孩現在小學一年級 搞到他們全家集體憂鬱 你知道嗎 就是晚上想到明天要上學 哭 哭個沒完沒了 然後到了學校去 老師打電話來說 他又在哭 他老公還是知名牙科醫師 他的醫生朋友這麼多 也無法解決 搞到老婆老公跟著一起哭 那現在怎麼辦 為什麼會 才一年級 對啊 一年級 然後問他原因 小孩子一年級 出個所以然 那我直覺是覺得說 那是因為還沒有教導朋友 有時候學校有朋友 應該這些事情就迎人而解 因為我沒有看過人家 小學五年級還在哭的 對 社交交流 所以我也是跟他講說 無解 沒關係 你不用急著解 時間就是最好的解藥 完全 我講一個 我朋友就講 小朋友大的過程 爸媽精神壓力到 媽媽去看精神科醫師 他就是小時候 小朋友那個吃飯的時候 就是要追著餵 我也是跟他們家中午吃飯 12點都開始吃 一隻胃 我們大人旁邊聊天 到了三點鐘 那一碗飯還沒吃完 這壓力很大 他媽快瘋掉 他媽一瘋掉的時候 就開始大聲罵 為什麼不吃飯 孩子一緊張 吐出來 然後他媽指甲開始收拾完以後 一邊瘦一邊 瘦一邊丟眼淚 然後四點多開始 又要準備做晚餐 所以這個真的會崩潰 我跟你講媽媽真的去看 我剛剛講真的 媽媽真的去看精神科 會 會崩潰 而且我碰到兩個媽媽 媽媽跟我有請教 一 媽媽問我有沒有照片給他 我說怎麼好意思 你要我照片幹嘛 他說沒有 因為我們家孩子 每次看到你播新聞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再不吃飯 我叫那個叔叔過來喔 他馬上就吃了 所以我也是孩子的壓力 後來壓張照片去讓孩子吃飯 我就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覺得你把自己搞到 看精神科是很離譜的事情 而且你這樣追著餵飯 我覺得搞不好壓力是你 孩子壓力是來自於你 結果他小朋友開始上小學之後 在學校吃一樣午餐 完全沒有吃飯的問題 吃得一樣非常快 跟同儕一起生活就OK了 完全不用餵 很辛苦